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仍然在哈尔滨 但这样的格局 这样的氛围 是不是让你想到熟悉的新加坡商场呢 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将新加坡市商场带到哈尔滨的新加坡人 今年51岁的袁佳华是凯德商用中国北部区域总经理 虽然常驻中国已有20年 五年前出到哈尔滨监督新商场的建设时 他还是受到不小的震撼 但也从此与滨城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 嗨 家皇您好 你好 我知道您是在五年前 2012年9月 跟您的团队一手建设这家商场的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也有很深的感触 包括哪一些 主要是那个温差很大 新加坡零上三十 这边可以冬天零下三十度 所以由于这六十度的温差 事实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 我们事实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第一个就是在建设过程中 这个整个建筑本身比起百分之一百的全封密 在新加坡通常我们是盖好房子之后 我们外面的玻璃幕墙起来 才把整个建筑封密 而这个在建设的初步阶段 就要把它封密 不然的话冬天的话冷风一吹进去 我们的水管都会爆裂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在哈尔滨就是地下一点五米 到了冬天都会冻成冰 所以我们所有的水管 我们所有的管道都要铺到一点五米以下 还有第三个 你该走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 你要连过三道门 对 对啊 而且门都很重 我刚刚在想 为什么层层保安那么严 原来不是啊 是什么理由 温度 冷风 我们在上海在北京都只是两道门 到了哈尔滨 非得要三道门 不然的话外面的冷风吹进来 商场的温度就起不了 购物就非常的不舒适 就是顾客想要吃衣服啊 就不敢就不敢脱了 太冷了 既然这个商场是新加坡品牌 那你在打造的时候 有没有将一些新加坡的元素也带进来 融入进这个哈尔滨的环境跟市场 你看下这办公室挺多立化 哎 是 这个让我想到市城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更特别 我带你去看 好啊 来 走吧 哇 这是热带的植物吗 不但有热带植物 还有热带鱼 哦 可是现在哈尔滨的外头哦 挨挨白雪 而且是非常寒冷 到处的树木都是枯萎的 所以我在这边商场内看到热带植物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 是 这个市场花了我们很多心血做出来了 东北第一个市场到目前为止 也是中国东北唯一一个热带以林景观的父子 我们希望能够把热带的感觉带到哈冰 然后让哈冰的市民临近接触 我们也知道您的负责管理 就是华中还有东北这两大区域的团队 在管理方面 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呢 最大的差异是在团队的建设 这边没有像新加坡那样 现成的商场管理人员 我们是半年前从没开始 不断地培训 不断地培养 现在很成熟的团队 那哈尔滨还有哪一些人事物 让你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哈尔滨这个城市本身 在多元文化方面跟新加坡挺接近的 我带你去看看 好 来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的国际化都市之一 20世纪初 来自俄罗斯 美国 德国 波兰及法国等 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移居到哈尔滨 让哈尔滨又获得了一个东方小巴黎的美名 如今哈尔滨的街道不乏外国特色的建筑 像这座远近辖尔的圣索菲亚教堂 就是哈尔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加华说 哈尔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 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可能是一个移民城市 所以它会向新加坡这边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说 我们感觉他们接受新的事物会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快 我们碰到一些外国进来中国做生意的人 他们在北京上海开了一个点之后 他们觉得如果是讲到时尚度或者接受能力的话 可能哈尔滨是他们愿意开的下一个点 我看这边人穿着也蛮时髦的 蛮前卫的 是是是 在哈尔滨工作了五年 加华有分享不完的体验 下一集他还要带我们去寻找 能让他一解相愁的在地美食 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 欢迎您到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重温我们的节目 也别忘了到石城九哥的面部跟我们留言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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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精彩视频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现在到toggle.sg就能